孩子们露出洁白的牙齿 哄抢着面对镜头 当记者来到一间居民住宅的时候 像是划分了一道分界线似的 这些孩子始终不肯踏入房屋半步 被问到为什么不肯进去的时候 他们一边笑一边回答 如果跟这些贱民的孩子一起玩耍 就会被污染 这些高中性的孩子 每天会到贱民的屋外玩耍 但是从来不踏进去半步 这些不可触碰的原则 是印度家长们不断教育和强调的 在印度 种姓制度根深蒂固 这种制度将印度教徒分为四个层次 金字塔顶端是婆罗门 然后是沙地里 废舍 底部是舍陀罗 体制之外的就是达利特 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贱民 不可触碰着 这些人千百年来一直遭受压迫 虽然印度宪法已经明确规定 禁止基于宗教 种族 性别 种姓的歧视行为 但是在一些实际社会活动中 种姓制度带来的歧视 无处不在 低种姓人在经过高种姓人的地盘时 是不允许穿着拖鞋的 他们都自觉的把拖鞋脱下来 然后经过这块区域的时候 在穿上除了这种画风低界的区别 就连出行的工具也有区分 低种姓人是不允许乘坐三轮的 因为会污染高种姓人 即使大家都是一样贫穷 一样生活在个村子里 但是印度人通过种姓制度 硬生生的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的 如果低种姓人想要去店铺买东西 那他们只能把鞋子拖了 走进商店 当地的高种姓人 家里如果要盖新房 便会邀请低种姓人去粉刷 一旦房子粉刷结束 低种姓人就再也不允许进去了 身着红袍的大妈 是当地的接生婆 每接生一次能赚到一百路步 但是和其他低种姓人一样 她不被允许和女主人一起吃饭 被问到主人 会不会邀请参加婚礼时 红袍大妈弱弱的说了一句 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是下等见明 和他们一起吃饭 他们会被污染 这种歧视 不光在生活中 也被带入了工作中 这三个女孩都在上小学 但是在学校里 除了学习之外 他们还要额外做很多事情 清扫地面 清理厕所 老师把他们分成三个小子 每个星期轮流值班 并不是每个孩子 都要做这些事情的 如果你是高中心 那么你就可以享受优待 他们不用像这些孩子一样 去打扫厕所 拖地擦霜 这些低种性的孩子 甚至被要求烧茶 本应该是专业保洁做的事情 都被安排给了这些刚上小学的孩子 如果这些孩子一旦反抗 那后果就是挨揍 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 每天打扫 甚至有时候打扫厕所的时候 如果擦不干净 就要至少用20桶水去清洗 这位家长的孩子 已经上九年级了 但是校长不允许他进入下一个年级 原来 孩子在学校成绩非常优异 但因为低种性的缘故 被分配到了打扫厕所的任务 孩子执拗地拒绝了 所以校长告诉家长 不给升学的理由 就是因为孩子太愚蠢 孩子的妈妈保养 他们送孩子去上学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将来 不会像他们一样 去清理厕所 但是事与愿违 孩子在学校 还是被强迫打扫厕所 这个学校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低种性 到了午饭世界 他们统一吃着学校的食物 而高种性 因为害怕被污染 所以 有时候他们宁愿选择不吃饭 也不乐意跟他们在一起 如果说 在生活中的阶级区分是愤怒 那在教育上 老师的带头抵制 进一步把孩子们推向了深渊 低种性的孩子们 被老师要求 只能坐在后排 老师只教其他学生 让他们就干坐在一旁发呆 丝毫不管 而这一切根本的原因就是 老师也是高中性的 其中一个老师 被推出人群 被问到 为什么实行 不可触碰制度时候 他立马适合否认 但是 学生可不会说谎 他们一口同声地 指责这位人模狗样的老师 如果他们不听老师的话 坐到了前面 那他 就会毫不犹豫地 把他们赶到后面去 老师依然狡辩 想用风班来搪测过去 其中一位家长 实在看不够 站出来指责这位老师 是说谎 自己的孩子 就被区别对待了 印度的奇葩种姓制度 第一集结束了 如果你对于 印度种姓制度 感到好奇 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超过500 就继续更新下一集 谢谢各位朋友的 点赞 评论 转发 祝您2021年 一切顺利 咱们下期见